1952年在威权统治时代 期间的军事统治造成蓝宇主任权益损害 比如土地被抢夺 民治汉化等 为还原历史真相 促转会进行了两阶段调查后 述号在蓝宇文教基金会向蓝宇主任说明 调查报告及座谈会 我们今天办理蓝宇和威权统治的转型正义座谈会 就是希望能够收集部落主任的意见 还原历史真相 作为未来可以动员主任主任 这一年后续政策可以动得重要参考 促转会在调查报告中 1952年在蓝宇乡红头部落成立蓝宇指挥部 管制蓝宇主任出海作业 破坏祭典时间等不同层面的不当统治 针对军事与警察机关统治造成人权的侵害 座谈会中不少主任踊跃提出看法 你们邀请我们来是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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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调劣地颜色地前出短位 就鱼人火力发电场 这个部分未来调查在定位上 在定位上在整个建议上希望是体造蓝宇额费料 那这个位置来提出报告 我现在建议就是这个合肥品场条例是经过立法 然后保障蓝宇后市所的一个权益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麻烦的林委员就是能够在座谈会里面能够学习帮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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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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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